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华盛顿的假牙 一场口腔与政治的闹剧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华盛顿的假牙 一场口腔与政治的闹剧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牙齿故事 而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口腔事件之一 甚至可以说是牙与正的完美结合 首先 让我们回到18世纪的美国 乔治 华盛顿 这位伟大的国父 并不是因为他的英军外表而受到赞誉 而是因为他那一口假牙而成为了历史的焦点 据说 华盛顿的假牙并不是由现代的合成材料制成 而是由象牙 金属 甚至是猪牙制成的 想象一下 这位伟大的领袖在会议上嘴里咬着一根猪牙 与其他政治家讨论国家大事 这画面简直让人忍俊不禁 华盛顿的假牙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口腔健康的问题 更是政治上的一场闹剧 当时的假牙不仅不舒适 还经常让他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尴尬的情况 据说 有一次在一次重要的演讲中 华盛顿因为假牙的问题 竟然在关键时刻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结果演讲变成了一场口水战 想象一下 这位国父在台上努力表达自己的理念 却因为假牙的问题而变得口齿不清 这可真是历史上少见的口误 而且 华盛顿的假牙 还引发了一场政治上的牙齿战争 当时的对手们经常用他的假牙来嘲讽他 甚至有人说他是假牙总统 这让华盛顿不得不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 生怕自己的口腔问题成为对手攻击的武器 这不禁让我想起 政治真是一场口腔与口才的较量 最后 华盛顿的假牙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政治舞台上还是生活中 外表的缺陷并不会妨碍一个人的成就 相反 正是这些小插曲让历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就像华盛顿的假牙一样 虽然它可能不完美 但却成为了它伟大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位政治家在台上演讲时 别忘了想想他们的口腔故事 或许在那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闹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的第一个热狗 一场香肠的误会 当我们谈到美国的热狗时 许多人可能会想起 在棒球场上享用的那根香肠 或者是夏季烧烤时的必备美食 然而 这一切的起源 却是一场香肠的误会 这不仅是美食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更是一个充满幽默感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回到19世纪的德国 当时的香肠Worst 已经在欧洲各地流行 据说 德国的香肠摊贩们 在街头卖香肠时 经常会用一种名叫Dogshund的小狗 来形容这些香肠的形状 这种小狗的身材修长 与香肠的外形不谋而合 于是 当这些香肠被带到美国时 某些人开始戏称它们为Dogshund Sausages 接下来的故事就有趣了 1901年 在纽约的某个摊位上 一位名叫查尔斯·菲尔德·Charles Feltman的 德国移民开始贩卖这些香肠 为了方便顾客 他决定将香肠放在面包中 这样 顾客就可以一手拿着香肠 一手拿着啤酒 轻松享用 这一创意的诞生 无疑是热狗的前身 然而 真正让热狗这个名字流行起来的 则是另一位名叫阿道夫 路易斯·埃道夫·路斯的画家 他在1901年 为一场棒球赛 创作了一幅漫画 漫画中描绘了一位摊贩 在卖热狗 这幅漫画迅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并且热狗这个名字就此流行开来 所以 当我们在享用热狗的时候 不妨想想这背后的故事 一场香肠的误会 让我们拥有了这种美味的食物 这就像是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有时候 误会反而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乐趣 最后 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结尾来总结这个故事 热狗的诞生告诉我们 无论是香肠还是小狗 生活中总有一些意外的组合 能让我们的味蕾和心情都得到满足 所以下次当你咬下那根热狗时 记得对着它微笑 因为它背后的故事 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有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国会的第一场辩论 谁的口才最搞笑 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 第一场正式的辩论 发生在1789年 当时的议题 是关于国家的财政政策 这场辩论 不仅是政治上的较量 更是口才的比拼 甚至可以说是 谁的口才最搞笑的竞赛 当时的国会议员们 各个都是口才了得 尤其是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和托马斯 杰斐逊 汉密尔顿以其精湛的辩论技巧 和锋利的言辞著称 而杰斐逊则 以其优雅的文笔 和深思熟虑的观点文明 两人之间的辩论 常常让旁听者忍俊不禁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 汉密尔顿在一次辩论中 为了强调 政府需要强大的财政基础 他用了一个比喻 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是一艘船 那么财政就是那艘船的舵 没有舵 这时杰斐逊立刻反击道 如果这艘船的舵 是由一个人掌控 那么我们就得小心 这个人会不会把船开到冰山上去 全场哄堂大笑 这一幕成为了 国会辩论史上的经典瞬间 此外 当时的国会议员们 也不乏幽默感 有一位议员在辩论中提到 政府的开支 就像是他家里的妻子一样 总是花得比赚得多 这句话引来了全场的笑声 甚至连他的妻子都在场 面露微笑 似乎对这种自嘲的幽默感到满意 这场辩论 不仅展示了当时政治家的口才和智慧 也让我们看到 幽默在政治辩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不仅能缓解紧张的气氛 还能让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复杂的议题 总之 国会的第一场辩论 不仅是政治的较量 更是口才的比拼 让我们明白了 在严肃的政治中 幽默和智慧同样不可或缺 希望未来的辩论中 能够继续看到这样的精彩瞬间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探讨了三个看似不相关 但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华盛顿的假牙 热狗的诞生 以及国会的第一场辩论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大笑不已 还揭示了历史中的一些幽默与智慧 首先 华盛顿的假牙让我们明白 政治家们在台上的形象 有时候可能会被一些小插曲 所影响 像是他在演讲中 因为假牙而出现的单大情况 然而 这也让我们看到 即便是外表的缺陷 也不妨碍一个人追求伟大的成就 接着 我们谈到了热狗的诞生 一场香肠的误会 竟然让我们拥有了这种美味的食物 这告诉我们 生活中偶然的组合 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让每一口热狗都充满故事 最后 国会的第一场辩论 更是让我们见识到 政治不仅仅是严肃的议题和辩论 幽默也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听着那些政治家们的打趣 我们不禁会心一笑 更能理解他们的观点 总之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华盛顿的假牙 热狗的起源 还是国会的辩论 历史的趣味无处不在 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 纳摩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想法呢 你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幽默的历史事件 或有趣的食物诞生故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些趣味无穷的故事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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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